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去年获得总统教育奖的基隆是定内国中生方佳柔,国中教育会考成绩今天公布,以4A,英文EA,作文5级分,渴望就读北一女中。 阿美族的方佳柔说,爸爸前年因病去世后,妈妈母兼父职辛苦赚钱,照顾我们三个小孩,我不能再让自己成为母亲的负担。 方佳柔努力读书,8日总算如愿以偿,用好成绩回报母亲。 方佳柔的父亲于前年因病过世,子子目前就读康宁医护专学校三年级,靠住母亲辛苦当中点清洁员赚取微薄薪资维持佳绩,家里是中低收入户,经济不甚宽裕。 方佳柔董事早熟,平时下课会带弟弟做功课,煮晚餐,帮忙家务。 定内国中校长王朱芬说,终低收入户的方佳柔,面对逆境不自怨自艺,反而乐观面对,坚毅求学的精神,令定内国中的实生感动。 方佳柔说,家里失去爸爸的依靠,我更不能让妈妈辛苦下去。 母亲几乎很少督促她,但她为了不让母亲失望,自动自发电书,由于父亲病故,未来希望自己可以从医,帮助更多人,更想要协助原住民同胞,成立一个族语娱乐园。 除了学业优异,方佳柔的服务热忱也不落人厚,在班上总是主动积极协助同学,一般人,班长多次,受同柴喜爱,现在,我是个手心向上,需要帮助的人,但在未来,我将服务社会,做个手心向下,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。 方佳柔说,能帮助对方击败挫折,看到他们满足的笑容,就是最大的成就与喜悦。